公司所收购的一些资产也是一些比较数值比较高的一些资产 而且它的代价也相对来讲也算是比较便宜 但这个对他们公司整体长线的一个回报来讲 但是有帮助 而且对它的那个资产的增值也有增加 但是看它的股价的走势就是可能短期还是有一点的压力 如果合理的价格我觉得大概是在30块钱左右 但是要介入的时间就要看最近它整体的股票的走势 可能到大概23块左右是可能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水平